我们开店不是为了卧底抓犯人吗 为什么生意越来越好了 越来越好了 最近摆地塌的真是越来越多了 一片热闹祥和的氛围 然而看着大妈的手艺 量子力学般的烤冷面 让人摸不着头脑 你怎能不相信她在制作的时候 是不是同时盯着几个小偷呢 看来多年的卧底 也有理由正大光明的摆摊丁烧了 但这面要是意外的好吃呢 最后日营业额十万家 你们说说这阿姨 究竟是选择继续剿匪大业呢 还是直接成为冷面大亨 虽说只是个段子 可这电影还真的有 今天要讲的就是卧底警员盯着嫌疑犯 却意外把生意做大的乌龙搞笑电影 极限职业 为了收集证据 乔装成宽带工人上门维修 背着消毒罐给人清理厨房 套着搓皱巾给大哥搓背去泥 伸入底后 只为抓卖西兰花的小贩 终于不下天罗地网 今天准备收网 他们就是实力超群的西兰花小队 你说说你们 干啥 啥不信搓皱第一名 你们是要抓人啊 还是给嫌犯改善生活 折腾了几个月了 就抓了一个 还把路口撞了16辆车 尤其是你 不会挖升降走什么窗户 你这是给嫌犯表演杂技吗 还有你 怕赔不起也不敢踢窗户 作为队长还好意思说 拉我一把 最后呢 好了半天追不上一个小贩 你也是 蹲了半天人头 结果被反杀 来来来看这个 最后还是勇敢是名李大姐出手 现在已经200万播放量了 你们这些还不知道 拍什么视频能火的小浩们 能不能学学 自己想办法 去把大伯斯抓了 不然西兰花小队全体解散 闹了半天 他们真的是群乌龙警员 在局里都快混不下去了 现在直接面临着被解散的风险 为了一雪前耻 第二天清早 他们就在大伯斯的新据点附近 展开了观察 想再靠近一点 把小白打扮成清洁工 第二天又打扮成电工 第三天空手道学员 第四天 异工又出来了 结果什么都没发现 还被推上小面貌车 直接带去干活了 你说说这帮警员 还能干点啥 实在没办法 都蹲到了对面的炸鸡店 天天吃鸡 蹲了一个星期 都快把店里的鸡给吃完了 老板都开始怀疑他们了 我看你们一直盯着对面 你们是不是 要去对面中介找工作 不过呢 我告诉你们吧 明天我的店就要盘出去 今晚的鸡算送你们的 小白一下兴奋了 把店盘给我们吧 翠芬觉得这主意不错 这样就可以好好盯烧了 可钱哪里来 还真的指望局长给经费吗 你们觉得有可能吗 队长刚要离开 后面的队员发话了 天后隔壁里队长都要升职了 他可是个90后啊 什么鬼 那我们大哥又要靠边站了 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 难道警局就一点都不给面子吗 我掏结婚的钱给你用 后面的队员一个个站起来 你们这叫帮我说话吗 队长最终还是扛下了所有 把退休金都给堵进去了 卖下了炸鸡店 从今以后24小时干活 全天后监听风吹草动 站在窗口随时汇报情况 打印出收集的资料 详细分析敌方动向 客人来了 站好照片继续分析 客人又来了 整理好所有资料全面分析 一大帮客人涌了进来 不是说没人吗 怎么轮到我们人就这么多 一天来十几波 总不能都说没机啊 炸鸡店没机 太可疑了吧 第二天队长就买来了各种材料 要会做炸排骨的小马 下厨炸鸡 正好来了两个客人 点了一份调味炸鸡 什么是调味炸鸡 我忘了炸鸡还得买专门的调味料 随便找东西调一调好了 可我会做的只有炸排骨 啊 那你就做哪个排骨炸鸡 抓上去给客人品尝 结果 嗯嗯好吃 嗯嗯好吃 嗯嗯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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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外的好吃 也不知道有什么好高兴的 又不是把犯人给抓住了 正可谓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九万里 炸鸡店天天门停落势 忙碌了一天的高警官 不辞劳苦 只为给客人们献上用最质朴的食材 烹饪出的地道美食 经典的大排原料 配上酥脆的炸鸡 大排鸡王 你忘不掉的口味 搞成这个样子 你们还记得自己是来干什么的吗 小白排蒜切洋葱 小马炸鸡配调料 推分接客牌做号 队长收银送客人 连外面盯烧的观察员 还要被喊进来干活 哪还有时间盯嫌犯呢 很快连外国客人都来了 这里都成了网红打卡地了 记者也来了 要给他们上美食节目 然后就被撵了出去 开什么玩笑 上电视了身份不就暴露了吗 队员们觉得很可惜 队长很快教训了他们 不要忘了开店的原因 你们就不能好好做个警察吗 欢迎指点我的鸡排你的爱 我就是大排鸡王 大排鸡王就是我 请问你要点什么 哦 团体餐三百位 好的 这就开始准备 几天后 守在外面的观察员小金 终于发现了情况 大boss又出现了 赶紧联系队长 等了半天也没人理 对面都开车走了 没办法 他只好自己跟了上去 结果开到一个路口 把车给跟丢了 折腾了半天 啥也没办成回来了 你们都什么鬼啊 大boss出现了都没人理我 我一个人去追 你们知道有多辛苦吗 哎 你小子 就你很辛苦吗 你知道被180度的油烫伤 有多疼吗 本来应该抓犯人的 我成天在这炸鸡做饭 你能理解吗 你一天切过四袋洋葱 五袋大蒜 三十三捆大葱吗 我每天流多少眼泪 你懂吗 日营业额十万多 不停的收钱数钱 你猜我还擦了多少桌子 哦 我怎么突然觉得 我还对不起你们啊 都快忘了自己是干什么的了 我们开店 不是为了卧底抓犯人吗 为什么生意越来越好了 越来越好了 很快他们被局长 叫到了警局 哎 听说你们蹲点附近的街道 越来越热闹了 连外国人都来了 你们有什么头绪吗 队长赶忙接电话 西兰话小贩点外卖了 几个人连局长都不管了 直接冲回了店里 炸最好的鸡 做最好的调料 带上最好的监听装备 提着精心制作的炸鸡外卖 全副武装 都来吃炸鸡了 别收拾了 那个 这里的人去哪了 原来这里的小贩们 嫌附近人越来越多 所以今天搬走了 房东大妈正在让工人打扫呢 真的是当警察干啥啥不行 开小店卖鸡卖脱贫 一个月来钱赚了不少 可案情不光没有进展 连嫌犯都跟丢了 火不担心 之前那个被撵出去的记者 又报复性的做了 负面报道的节目 生意就这么凉了几天 没多久 一个投资人又跑来谈加盟的事宜 你说说 这几个人的美食命 翻修一新的主店又重新开张了 几个人直接变成了 大牌机王的品牌创始人 把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 看起来一片如火如荼 但很快 他们就发现 各个分店的情况很奇怪 厨师们都不好好炸鸡 还一个劲的把堂食客人给赶出去 一天下来只顾着送外卖 他们赶紧跟踪这外卖员 调查了起来 果然这里面的情况很不简单 点外卖的全是各种 吃西兰花的小喽啰们 原来当初找他们谈加盟的投资人 就是他们要抓的大boss的手下 收缆了大牌机王的整个渠道 就是为了把西兰花买到全国各地 现在分店每天所发生的一切 就是这么个情况 真的是彻底让人无语了 没想到自己还帮着敌人 把生意给做大了 这天晚上 警员小马独自跑去调查分店的情况 结果意外的被店员给收拾了 交到了大boss的手里 警员的身份也暴露了 当晚就被五花大榜等着埋掉 好在他自己逃脱了 并且知道了大boss今晚的 大俄西兰花交易地点 靠着手机播放的警笛声 引起了两个团伙的互相争斗 现场打成一片 又因为一直开着手机定位 一路赶来拯救自己的队友 也到了现场 西兰花小队集结完毕 今晚终于迎来了大收场 最终他们制服了所有嫌犯 也抓住了大boss 在表彰大会上 他们也终于获得了难得的夹奖 那我就得问问了 炸鸡店怎么办 还会继续开下去吗 说实话 极限职业这部电影真的很搞笑 在韩国仅仅上映几周 就超过了梁明海战 拿下国内票房冠军 细精无人超越 虽然故事很长 细节很多 但是全程没有尿点 笑点更是十几秒就来一个 要讲述全片确实很难 因为每一秒都舍不得抛下 实在是太逗趣了 时常关系 我也无奈简化了很多 所以我真的推荐大家去看 记得要带上自己的心上人哦 笑上俩小时 幸福一整天